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头条历史 我是头条主播欧阳真知 这是一段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 很少提到的一段历史时期 这段历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 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最黑暗最不堪回首的时代 那就是发生在西晋末年和东晋年间的五胡乱华 史称五胡十六国 今天欧阳就要来和大家一起说一说 这一段差点令中原汉族灭亡的历史时期 一起分析它背后的历史原因 关于五胡乱华这一段历史时期 首先简单总结一下它的历史进程 大致是这样的 304年 第一族领袖李雄占领成都 自称成都王 史称成汉 同时 有汉人血统的匈奴人刘渊也起兵 史称前兆 这两人的建国 拉开了五胡乱华这一历史时期的序幕 310年 刘渊病死 他的儿子刘聪杀死太子夺得皇位 311年 刘聪部下杰族人石乐 歼灭西晋军队主力十多万人 刘聪又派兵攻洛阳 屡次打败晋军 前后共歼灭三万余人 两个月后 洛阳被攻城屠城 晋朝皇帝被俘虏 太子宗室官员百姓和士兵三万多人被屠 并大肆发掘陵墓 焚毁宫殿 史称永家之乱 313年到317年间 西晋最后的两个皇帝先后被俘杀害 西晋灭亡 同年 在群臣的拥戴下 晋朝远防宗室司司马瑞 在建康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登基 东晋开始 在接下来的百余年里 北方各族及汉人 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了多达数十个强弱部等大小各异的国家 直到439年 北魏统一华北 五湖乱华时代终于结束 进入南北朝时期 下面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那个时期的中原都发生了哪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 使得连历史教科书都不敢讲 西晋末年 宫廷因皇位之争发生政变 继而演变成巴王之乱的内战 内乱刚结束 以匈奴 杰族 鲜卑 枪族 还有低族为主的少数民族 趁虚而入 烧杀掠夺 无恶不作 这些来自北方蛮荒之地的蛮族 保留着原始社会痴人的兽性 其中 又以杰族白种的匈奴人和鲜卑族中的慕容氏和段氏最为凶残 据史料记载 公元304年 慕容鲜卑投靠西晋幽州刺史王骏 南下入侵中原 对于这段历史 史书仅仅用了 王骏入夜 势重暴略 死者慎重 一笔带过 但在这寥寥几个字背后 是一段毫无人性的历史 在攻入夜城之后 这群胡人不但抢劫了无数财富 还掳掠了数万名中原少女充做军粮 宰杀烹食 很快 这些鲜卑人干的这些事就传到了王骏耳朵里 王骏大怒 虽然这个王骏自己也没什么节操 但道德底线还是有的 出于良心 也出于对手下鲜卑族军队的管控 王骏下令 再有胆敢私自裹挟中原汉族少女的全部斩首 出于对王骏的惧怕 断世鲜卑人把没吃完的八千女子全部淹死在河北的溢水河里 传说溢水河一度因此断流 后来 夜城一度被解放 一次性就解救了多达二十万的中原汉族女子 其中 五万人虽被解救 但早已无家可归 只得留在夜城 再后来 夜城再次被慕容鲜卑攻破 这留在夜城的五万中原汉族女子 再次落入这群食人魔的手中 一面被随意玷污 一面被当作食物吃掉 仅仅一个冬天 五万女子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夜城城外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另外还有杰族 在杰族人建立的后兆政权下 汉人被疯狂的屠杀 北方的汉人一度达到灭族的边缘 据传 杰族军队入侵中原行军作战 从不携带粮草 专门掳掠中原汉族女子作为军粮 杰族称之为二脚羊 意思是用两只脚走路 像绵羊一样驱赶的奴隶和牲畜 随时都可能被士兵糟蹋 也随时有可能遭到宰杀碰食 杰族的领袖后召的开国皇帝石勒屠杀成性 每攻下一座城池都会下令屠城毫无人性 最多曾屠杀一次十多万被俘的中原汉族军民 而他的侄子石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生命势如草剂 虽然关于上述内容在史学界存有很大争议 有人认为 溢水之难中被淹死八千少女的其实不是仙卑人 而是为了给仙卑人立威的王骏下令杀鸡儆猴的 还有人认为 一些记录这一历史时期的证实 并没有关于杰族人出征不带军粮和二脚羊的记载 但是由于北方与南方长期隔绝 胡人受汉文化影响很小 文明发展缓慢 一般处于未开化的愚昧状态 在入侵中原后公开大肆屠杀汉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从304年西晋灭亡五湖乱华开始 到350年前后 一个叫燃敏的人向天下颁布著名的屠狐令 截人灭族的时候 中原地区的汉人只剩下不到400万人 要知道 西晋末年在北方可是有着超过2000万的人口 除去部分因为及时难迁而免于灾祸的人外 在这短短50年间 北方地区的汉人人口数量 锐减三分之二 如此惨绝人寰的一段历史 想必也不适合写进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 这前后共130多年中原沦陷的大乱世呢 欧阳认为主要有内外两个原因 外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 内是西晋末年政权四分五裂 给了胡人趁虚而入的机会 首先 光仓表面上看 导致五胡乱华的直接原因 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的南清 早在东汉时期 就有过中原王朝主动招揽 内谦少数民族充当劳动力的先河 到了三国时期 由于连年战争持续不断 人口下降得很快 急需补充缺失的劳动力 后来曹操就开始有计划地 内谦了很多凶农部族 并进行了妥善的管理 到了晋朝 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力 补充劳动力 开始内迁更多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 等到西晋对这些少数民族 失去控制的时候 已经有大量的少数民族 居住在中原 也正是这批人发动了最早的南清 然后除了少数民族的原因外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 则是五湖乱华开始的导火索 正是这场持续了十多年 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 极大的动摇了西晋的根基 给社会带来深重而又长久的灾难 这才给了北方少数民族南清的机会 那么这个八王之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简单来说 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延 为了制衡势力长盛的士族阶级 而建立宗室诸侯的特权 导致封王的宗室势力 有自己独立的根据地 甚至是各自独立的军政权力 到了第三代晋国皇帝 也就是司马延的孙子司马中继位的时候 这是一位比较懦弱无等的皇帝 但他的皇后却是一个充满政治野心 而且心狠手辣的人 频频联合外戚出手干预朝政 在皇帝懦弱无能 宗室外戚势力过于强大这两方面的作用下 引起了各个宗室势力和外戚之间互相争夺权力 进而演变成全国范围内的内战 后期朝廷基本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 为胡人的南清打开门户 就在这群胡人入侵中原 对中原汉人进行残酷屠杀的危机时刻 随着一个叫燃敏的人的出现 中原人民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这个汉人本是杰族的领袖 后照的开国皇帝石乐的养孙 也是后照战功赫赫的一员大将 虽然石乐石虎两人非常喜欢他 但是在石虎死后 他的第九个儿子石尊篡位称帝 逐渐和燃敏产生嫌隙 350年前后 由于燃敏在军中威望很高 石尊越看越不顺眼 并渐渐夺取他的兵权 甚至想要杀了燃敏 于是燃敏决定废逐石尊 并成功杀死了石尊 自此 燃敏与石氏杰族决裂 带领手下兵士杀入夜城皇宫 并发布命令告知宫廷内外 所有外族人有敢守持兵器的 一律格杀勿论 这是燃敏发布的第一道屠狐令 这道命令一下 城里的杰族狐人都吓得疯狂逃离 而燃敏则代表受狐人压迫已久的汉人 正式向狐人宣战 很快 燃敏又颁布了第二条屠狐令 与我同心的人留下 不同心的可以自行离开 结果 百里之外的汉人 为了杀狐人纷纷前来投奔 想要逃出夜城的杰族人和涌入夜城的汉人 在城门口相遇 堵得水泄不通 结果还没等胡人逃离 燃敏又发布了第三条屠狐令 每杀一个胡人 凭头颅能加官进绝 结果当天就有数万胡人被杀 而燃敏自己更是亲自率领汉人 在夜城诛杀杰族胡人 不论尊卑贵贱 男女老少 格杀无论 光在夜城就屠杀了二十万杰族人 可惜的是 当燃敏以自己一人之力 在中原为汉人奋力拼杀的时候 东晋却毫无作为 最后国破身死 让人惋惜 在屠狐令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 好几百万的胡人平民和士兵被杀 其中屠杀汉人最凶残的杰族 在燃敏领导下的汉人反屠杀中 直接灭族 本来人数就不多的低族和枪族 还有最强大的匈奴 也先后被屠杀干净 幸存的少数人则被中原汉族同化 从此消失在中国的历史古籍当中 相比之下 拓跋式的鲜卑族人则温和得多 他们主动学习中原汉族文化 最终结束五胡乱华 统一北方的南北朝第一个朝代 北魏 就是由鲜卑人拓跋归所建立的 最终他们的族群大部分得以免于屠杀 并融入中原汉族 今天的中华民族 由56个民族组成 但其实历史上 中原汉族和北部西部少数民族的矛盾 还是很深的 经过几千年的融合 现在中华民族终于成为一个大家庭 今天再提起五胡乱华 或许有些政治不正确了 因为五胡也早已融入中华民族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欧阳的观众朋友 不要忘记为欧阳点个赞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互动 或是指出有错误的地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